事實上在最近可能是政府要拚這個政績 另外一方面大家都很擔心所謂的勞保破產的問題 所以前一陣子如果你有加入蘇院長LINE的都會收到這個 注意政府剛剛幫你賺了1萬塊 很好啊 對他說什麼 他說勞動基金包括勞保跟勞退獲利 第一季一共獲利2153億 那如果算到每一個平均勞工的話 就退休金就增加了1萬塊啊 大家覺得說哇好棒好棒棒啊 拍手拍手拍拍手 但是我必須講 這個有點算是這個沒有落實的利多 為什麼叫沒有落實的利多呢 你說看得到吃不到 對看得到吃不到 為什麼這樣講呢 事實上第一個時間 我們這個國民黨的立委曾明中就出來講 沒有啦 沒有人在看一兩個月的這個狀況 你退休金都是看可能五六年十年以上嘛 然後人看兩三個月的這樣的狀況 而且我也沒辦法這三個月就立刻去說 我要領1萬塊錢 對也沒辦法領 你要退休才能夠領嘛 對不對 那他就說了嘛 去年10月的時候 我們勞勞勞動基金一共賠了一千兩百二十七億喔 結果那居然知道假新聞 也就是說什麼 其實去年我們整體收益是賠錢的 但是因為去年賠很多嘛 那現在回來一點點嘛 所以他就用 他就講說我們回來的那一點點就將 算是我們的獲利嘛 世聰大哥 反正這邊是民進黨政府嘛 那邊是藍營的嘛 然後民進黨政府說好的藍營定說不好 藍營說好的綠營定說不好嘛 對沒錯 那你是投資專家 到底誰說的對 好我們 我舉個例子給大家聽啊 就譬如說一檔股票一百塊 然後跌到五十塊 然後現在又漲到七十塊 如果你說我們股票從五十塊漲到七十塊了 好棒棒啊 但是你要看的是從一百塊跌到五十塊 所以就是你認定的時間點不一樣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 所以這種退休金或是怎樣的基金 你要用長遠期來看 那我們來講去年我們來仔細來看 去年的勞動基金一共虧了七百二十六點六億元 那勞退薪制虧了四百二十三億喔 平均每一個人是虧損三千六百八十五元左右 所以你知道去年其實是不好 那我們知道股票本來有漲有跌 去年不好那最近股票回升 那當然會獲利回充嘛 所以這個就是會計帳的原則 這個其實跟我們的獲利 長期的收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所以你是說這幾天股市跌的話 那又會縮水 又會縮水 對沒錯 那我們來講說事實上之前有一個 我們講說我們現在有勞退 有分勞退新制跟勞退救制 對不對 那我們來講事實上過去幾年 很多人在提列這個勞退這個字體 字體勞退去年暴增九萬人 衝破五十萬人倒達五十二萬人 那很多人都說 很多人問我們這個問題 說那四聰哥 我們到底要不要去勞 要不要去字體 你看去年的收益這麼差 去年虧這個2.07% 那今年操作也不是很好 過去幾年的操作也都沒有很好 而且我們政府有一個最低保障 就是說即使虧錢 大家虧錢也不用擔心 他會補回來給你 他會有保障一個兩年期的定存利率 目前大概是1.01%左右 所以我跟你講我們最公平 你也不必講說說他不好 因為他保證會有 獲利 獲利 但你也不用說他太好 因為看短不看長 這是不對的 對